第一個你要了解,如何把資料放到串列裡面 第一個一定要先新增一個空的串列 第二步的話呢 如果你要把資料放進去的話 記得後面必須要用到一個append的方法 這樣的話才可以一直放 它這個地方我們是把它在回圈裡面 當 資料輸入之後把它放進去 當如果是-1就離開了 所以這個最後print出來結果 就是四個成績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知道裡面資料放進去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需要知道假設 我需要知道 三個結果 一個是 到底裡面有幾個學生啊 OK 第二個的話 總分是多少 平均是多少 最好是連最高分跟最低分 都能夠幫我顯示的話 那這個地方我該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如果我想知道 總共有幾個學生的話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想知道 學生人數的話 你這個給他記一下 也就是說呢 在那個scope裡面 這個 串列裡面到底 有幾個的話 特別說有幾個喔 那這個地方你可能要記一個函數 叫LEN 這個LEN的話呢 就幫你算說 裡面喔 比如說像這邊 總共有四個成績 他回來就給你4 OK 所以他幫你算幾個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你要把 這個 串列裡面的所有成績做加總的話 很簡單 你只要什麼 把外面再包一個 SUM就可以了 OK SUM 把那個 串列放在裡面 刮糊起來 也這樣他就把加總結果 幫你把它 放在前面 另外的話 所以這個其實 這個 變數應該不用 因為他初始的話就把 結果放進來 這個所以 那如果說想要知道平均的話 如果平均很簡單嘛 你就把TOTAL的結果 除以他裡面幾個學生嘛 一除之後 那會有個AVERGE 不過AVERGE的結果 可能不會是小數點的 第幾 小數點的這個第2位 所以如果你要把結果 Print出來是小數點第幾位的話 那可能 你這邊要什麼 假設我希望顯示的是 本班總成績 成績就放這裡 那你可以怎麼 加一個這樣 其實你貿號D也可以啦 其實你貿號D不加也沒關係 反正把成績放這裡 加個 大 這個大瓜糊 OK 本班 總成績是幾分 其實就是 TOTAL的結果嘛 然後再來的話 平均成績貿號 要取到小數點第2位 那特別注意喔 取到小數點第2位 我們前面有講過 如果你要取到小數點第2位的話 那你必須要在這邊加個什麼 大瓜糊裡面呢 加上 貿號 我們後面加一個.format 特別是要 刮鬍 然後第1個呢 這個大瓜糊裡面放的是總分 所以把TOTAL 放在format裡面 豆點 第2個放什麼呢 放平均成績 那平均的話呢 算下來可能不一定是小數點第2位 所以呢我就在這邊 把Average放過來 然後他會怎麼樣 那把這個成績 放到那個 這個裡面 那因為呢 我們要把它取到小數點第2位 所以他 這道結果呢 剛好就是小數點第2位 有點像 Esser裡面 那個格式化的效果 OK 那另外的話 最高分 最高分是什麼 最高分用Max就可以了 其實跟那個什麼 Esser蠻像的 那最低分的話 就mini 所以這兩個 順便把它加上去好了 OK 還有後面 Fomit長城漏掉後面的大刮鬍 就print的大刮鬍 有沒有 你如果沒有加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XX 但應該他XX應該是第13行 不過他好像 偵測不到 所以有時候 你會看 是第10 可是市場沒錯 原來是第13行 OK 刮鬍一下 好 這樣的話我們做完了 所以呢我們把剛剛的這個 再run一下 把它執行一下 執行 好 所以這邊就一直輸入成績 好 輸入假設84分 96分 好 然後Enter 54分 58分 好 最後一個-1 表示不要再輸入了 輸入4個 然後他就幫我把這些成績 做一個計算 Enter 你會發現 這個print 這邊的話是 剛剛我們的那個print score這邊 OK 就是我的 串列裡面放這些 這些喔 然後經過Len之後的話 就得到 四位學生 那經過sum之後 挖鬍裡面放這個串列 他就得到總分 然後呢 再經過呢 除以幾個 之後的話 就得到 平均 但是平均的話呢 不見得是 就是 整數 或者是小數點 位數很多位 所以呢我們可以 透過什麼 透過format 底下的話 就是本班總成績 就是total 把這個total放到這邊來 平均成績到小數點 第2位 放在這邊來 OK 輸出看到結果就長這樣 那最高分的話呢 就是 96 對沒錯 96 最低分的話呢 是幾分呢 54 也沒錯 OK 所以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就可以把結果 那你會發現 如果在sale裡面 真的太簡單了 可是在pithon裡面呢 變得非常麻煩 不過沒辦法 所以當然是 Excel跟Python最大的差別 所以有的時候 簡單的事情 就簡單處理 用Excel嘛 但有些事情 就沒辦法用Excel 它可能是一個 連續的程式 或者是很多的動作 或者是一大堆的數據 OK 那當然你就不能用Excel 因為Excel 你就變突發面綱了 所以這個當然你就 需要這樣做 好所以第一個 我們 重點 主要就是 如何把資料放進來 Score OK 所以串列 一定是中瓜胡 Append進去 就是這個 所以 中瓜胡配Append 然後呢 LEN算長度 等等的相關訊息 那接下來的話 你想說 老師可是 這個Ace的輸入 其實是頗麻煩的 如果一個班級的 成績是 那不是 這個50個 那不是一直打50個 對不對 如果全校成績的話 那不是 全校幾千個 那不是 或是大學幾萬個成績 那不是用人工來 所以現在通常的資料 很多都已經先 建檔了 然後可能是在檔案裡面 那我們需要 再把它從檔案讀出來計算 所以 待會如果說我要做個變化 我這些 動作呢 我就不用人工了 那我就把它變成一個檔案 假如說啦 教務處已經給我 比如說 是用電腦 改那個 成績 改完他就會丟一個 成績的清單給我 但是問題那個清單 我需要把它讀到 Python的話 那該怎麼做 所以這是第2個階段 要做的事情 所以 待會的話我們再來看 如何完成外部讀取檔案 就不用自己輸入啦 而是檔案 的部分 這個 城市雲端上也有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在雲端白板第5個單元 第幾頁 第3頁的地方 這個是第1階段 這個是第2階段 OK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OK 老師請問一下 那個Total跟 問到為什麼用那個 那個 這個Evil 這個程式 這個部分 它是一個Function 也就是說如果說你今天 假如它的成績是 輸入是有小數點的話 欸 那有小數點的話 當然理論上是用Froach 有沒有 可是問題來了 那如果說我不確定呢 他可能是整數 也可能是Froach的話 特別注意喔 那如果你要兩用的話 你就直接用這個 Evil 這個就是說 它不管是 整數 或不管是小數點 它就會自動幫你轉成它應該的形態就對了 OK 所以這是兩用的喔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底下它有一個敘述啦 所以你打一個 這個 它就一個 一個Value 這個 Evil 這個 Function 就差不多等同於 在那個什麼 Excel裡面的Value OK Value 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Value這個 這個Function 插入函數的話 它 不過Value喔 它是放在文字類裡面喔 Value裡面的最下面這個 它取前面這 Val 所以 你可以讀Evil 或者是讀EValue 其實它就是一個Value 它主要是把文字資料 轉換為 數字資料 但是數字可能是有整數的 也有可能是有小數點的 它都幫你保留下來就對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OK 老師 歡迎打到